毒标给到这个黄皮 好 这黄皮 这黄皮要死被毒到不行了 这样的话还没到人家家里面已经是阵亡了两一个黄皮一个这个这个农民 所以的话我呢现在也是不急 没有了这两个嘛 你想要来rush掉我基本上不太可能 伏地还是正常扔下去 一发C给小精灵 蓝多 不要问我为什么蓝多就直线 好 这个兵还比较少 现在这边套了个黄蓝黄铜 AC套黄铜 这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啊 好 这边我们看到18天买了个胖子这些强杀这边的一个一个熊 这个肉熊是被打到残血好 带走这个熊dk进入到里面蓝品也是吃掉了 这波是强打了 勒奇这边当心血量毒标应该死亡才能应该是有的 好 现在进去以后呢把地方的这个熊给赶出来 不过这个就真有点 我觉得18天这波有点没意思啊 进去以后强打一波有意思吗 真的强打不现在这个熊也是比较吃鳖 关键是没有到那个没有没有哎 这边是个C你扔掉了 血瓶递过去有没有来得及 递过去个血瓶一发C好 不递过去血瓶吃了一个C也好 我说说实话的k的蓝还真比较给力啊 好 现在的k已经把蓝用干了 大蓝品都用掉 熊可以趴下来了还反打你了 对吧 接下来人到哥表扬了修胎 对吧 这个时候呢 王林打不过了呀 拥有了这边的一个熊的话 这个就比较霸气 窝蓝已经升到世界 但王林还是喜欢强打 对我这边有个胖子也是很凶 IC也被砍倒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熊的蓝应该是都已经用干了 那些当心点还有一个血瓶滴给去了 这个血瓶还一直没用 省着点用 哎 这个熊好像也打不过 十八岁又买了一个泥人 哎 这个减速很关键 这个熊帮了黄虫一加 你发C带走 这个法朗黄虫白加了 对 十八岁这个C真的非常果断 这边又是一头熊 该给减速就给减速 这泥人的减速一定要放好 围住这个熊 感觉十八岁这一步打真是熊啊 强行强行打 这个泥人注意好 你的往后拉 最后一下被抹掉 这泥人也算是帮忙杀两头熊也算可以了 好 两头熊已经干掉了 又来了一个蜘蛛 增加自己的输出 这是一个二本的一个亡灵 就到没有这边的一个三本的球了 在这个时候只能硬打了 硬打 又又是一头熊 感觉周西陷入苦战 DK这边现在是有C的C这边的一个蜘蛛 试一下 对 他两个车子一直在那边进行补给 而沃连显然拿车子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沃连不像是剑圣可以偷车 对 现在也没有欧姆列手种感觉 能够限制这个车子的麦娜 他只能是跟对方进行一个普A 普A的话要打断了 打很长时间 这车子的话可以往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补给 这边这头熊卡里面了 立马是站起来一棵树 然后把这个自己放释放出来 又是一个防弱环筹 从这边我们看到18岁还出了个角度车来推对方的一个 我觉得可以推对方的越境 把对方的人口给打掉 沃连这边当心 被对方卡里面 现在沃连是只有80多简来 DK爱了个足标 这个DK问题不大 还有一个血瓶可以吃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熊在拍这个角度车 角度车往后拉一下 吸引这个熊的注意力 又是个足标 这个胖子是被戳掉 然后现在沃连是只有49点来 沃连已经没来 一发C带走一头熊DK也是升DK也升到了 接近一世纪啊 雷琪也是两级 这车子是被打掉 没关系 车子被打掉 没关系 再往后拉 雷琪这边现在是102点mana 又是一发C 沃连这边能顶住吗 有点顶不住的感觉 沃连要冷静啊 这一波一个闪烁跳走 毕竟有逼啊 大哥 好 雷琪现在只有99点来 又是个冰甲接上去 这个绿皮点死你这个绿皮 杀掉这个绿皮先 这绿皮最后一下 哎呦 这边是四点血没点死他 熊现在好凶 DK升到了四节 车子这边要被你家普通攻击给拍掉了 还差最后一下 往后面拉一下 因为没有这边的一个球 所以现在只能跟他硬钢 DK现在又又有C 当心 这局打真是激烈啊 DK又挨了一个独标 这是一个两级的邪恶光环DK的完了 这证明没法进行吃的 还好沃连已经没有下个独标了 有没有下个独标的话 又可以反打一下 纠集起来 三本科技有没有升 已经升了 打不下来这边那个精灵 熊真是特别能消耗 这边想偷这个车子一下 反不掉 漂亮 也算是没有给对方经验 沃连这个英雄不能给他经验啊 现在都已经十几多 待会分分钟五级 对 刚刚那波好好惨烈啊 王林强行给他打打团 想要乱起对方 但没有人跟他乱下了 如果当时农民什么的不死掉的话 可能就有机会了 其他的话会给到这边精灵更多压力 但周西现在是已经过渡到了自己的三本的一个纯雄 对纯雄啊 这全是熊 不跟你不跟你啰嗦 除了固平兵就是熊 买了个飞舔 帮助DK的一个保密 打了一个巨峰权杖 还被他剪掉了 我吵 也是个悲剧 还被他剪掉了 车子怎么办 这车子满满了 换一个车子 这车子怎么办 没地方走啊 大哥 丢一个车子在外面 然后再再把他引出来 这这也是合理 对吧 因为毕竟对方没什么对空能力 跳出来 追杀这个车子 纯雄不对真熊关键宝物还被他剪掉了 巨峰权杖还是有点用的 吹起对方的窝囊 对吧 或者吹起对方熊 还是能够帮忙自己做点输出的 上方周西西是开矿了 这是必然的事情 亡灵到了 亡灵就经营到这个时间已经局面稳住的话 开矿是他的一个必选的一个之路 不开矿他没法确认自己的优势 如果就这么三矿 单矿打到底的话 也说不清楚 还要靠大树爬一爬什么的 这个东西就比较糟糕了 所以的话还是先把自己的矿给稳住 打了一个攻击助长加6点 好 周西刚刚打非常辛苦 不过算是已经苦尽甘来的感觉 周西现在已经是日子好办了 飞艇过来是吓一下对方的小精灵 大部队的话回家 然后毕竟三本科技也是快完成 这样的话也算是有个三本科技跟对方打后期 如果仅仅是二本的话 我就到了打后面就会越打越乏力 没有这个辅球 打不动这边的一个部队 好 mc 连机先打一个胖子打掉攻击出场 又是打个9点给到这边那些全给过去 这边待会再拿个球的话 输出已经是有点爆表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这边独标的沃伦斯过来刺杀农民了 一个 两个 对这农民是没有任何办法 又是个独标 一个死掉 两个死掉 五级 哎呀 你说怎么办嘛 你说你能怎么办 你没办法 对不对 上方矿已经开了 18岁这个时候呢 并没有回家 球也没有人回家拿 他有没有研究背包携带 农民再补一下 一条狗也是被戳死 像窝人很凶 但是周西西这边现在要当心一点 对方打你一波 哎 这边熊的部队 当心别被抓 又是个 mc 连机秒了个胖子 打了个血牌 防止dk 待会被秒 也是有用 好吧 什么东西都有用的 只要你愿意去解释 家里面好像已经爆炸了 不管了 农民不过随便你杀 狗也给你杀干了 这斩产不过的一个人杀的杀成这样 但是我觉得农民拉还要拉一下 这个窝人现在没来的话 就输出就有点弱了 好 单转回家 这边我们看到 当心不要被人家挪吧 给挪中啊 这要是挪一下 死三个熊 就基本上刚刚赚的便宜 全部给搭进去了 先把这框给拆掉啊 你这框刚刚起来还没有开的开采 窝人现在五级 带了粉 然后是 这个粉可能是为了防止对方的一个埋地的一个蜘蛛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 十八岁这边的一个毁灭者 还没有研究完毕 差一点点一个 一个谁先上上去 点掉这个小洛 往那边选择TP点你一个小洛再说 这一波的话 如果有个斧球的话 我就可以开开开干干一波 没有斧球的话就就就就就就就算了 对吧 点到位置点到位置 好 装备给卖掉 然后的话又带了一块斧地带了一个球 选择去RUSH这片矿 这边疯狂可能要去RUSH 不能让他进行一个开采 而周西现在就是稳坐钓鱼台 愿者上钩 我已经是稳住了自己的局面 这个事情就不说了 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 这边我们看到是 五级的一个窝人 对吧 这什么干嘛呢 准备干嘛呢 重修一下技能刚应该是 没记错的话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 我这边熊 我们看到成九字型站在那边 看起来好像在那边赛跑中 预备跑123 小路一马当先 超过了虚无的人 小路这边超过了这边熊 好给力 一马当先 对吧 发了一枪一响 走起来 好的 这样的话我本来是想去对方家里面骚扰 但是对方去自己疯狂那边先来了 所以必须得回家守这一波 熊的话是有一个一攻 这个基地还没法打 一个熊秒掉 涡人这边跳进去一个刀扇 沉没住这边的涡人有没有 好 一个蜘蛛被干掉 然后这边沉没到了这边的熊 涡人似乎并没有沉没到 对 涡人还有268 又要刀扇了 嘘的一声 刀扇一下 这个蜘蛛也要被拍掉 又这个蜘蛛被拍死 哎 这蜘蛛最后一下拍死 又是个熊死掉 双方金大范围的交换熊在那边疯狂打这边的一个沉没 沉没 过来这边第一时间TP了 没办法了 这样的话这个基地就没手做 对 我们看到一个沉没上去周西也是反应非常快 第一时间点TP 这个要是不点TP的话 有可能要被秒掉 因为他如果说他能稳住的前提就是能够闪瘦主意 但是被沉没了 被沉没的话 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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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嘛 没法办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现在我们看到研究这个熊的攻防 一攻一防 目前是待会研究两攻 然后下方 下方的话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是继续出车子 亡灵这波进攻也是效果非常好 直接把对方的这个基地给端下来 DK已经升到了五级 有下一级 三级 接下来的话 亡灵的爆发力也是越来越给力 而沃伦的等级呢 也是下一波团有可能拼到五六级 六级的话又成为一个比赛转折点 因为这个东西五级的时候沃伦可能很强 但是还不至于拿下比赛 但是如果有个六级 那亡灵就非常糟心了 拿这个六级的沃伦 其实说实话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沃伦可能还好打 这个复仇天神比较难打 你拿他没办法 你也不能打他 也不能骂他 对吧 他招出来哥们还是无敌的 18岁这边的农民还算极致第一时间上飞艇 一发C 哎 这好像也 这好像颗粒 哎 这这这窝人是被被被打打回去了 好 DK这一波非常勇猛 单挑打打打打败了这边的窝人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在想周西有可能会选择矿杆打法 就是矿杆了以后爬大树 矿现在可能他不会再开了 资源上来说可能也比较紧张 人口这边现在59 周西是48 周西是被打回打到解放墙了 什么都没了 现在王林这边的毁灭是有四个 四级的打了一本骷髅书 装备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但是这些骷髅书的话效果就比较一般了 继续做好侦察 好 把这边的这个两个五级白矿子给练掉 王林这边现在其实点位没什么点位可以练 调打就打团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王林更多人应该需要跟地方拼团 更多人需要跟地方去拼拼这个团团战 好像这边周西还敢敢敢开矿 这我觉得是开不出来啊 好 趴下来一个CCS给到自己的毁灭 对 这个矿你看第一时间就辅掉了 这个这个自觉一点不用想肯定起不来 所以我觉得等到这边一个一个一个沉默 我就可以打一波这边的一个追死一头熊 突破追死一头熊 可以打一下这边的窝人 这窝人被沉默了 输出他一轮 输出这边窝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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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合 来一次连接刀扇一个跳走 我这窝人也是去瞬间紧水喝饱 不要在人家精灵家门口打 有一个bp在那边当头顶着 很凶啊 这bp打打这边的一个毁灭还是比较给力的 我来当心 又是个刀扇 王林这边被对方打两波 蜘蛛基本上已经产选 赶紧回家 然后关键补给吧 也不算回家 王林这边如果说有钱的话 还是去买两本团补吧 窝人现在是靠刀扇吃饭 那刀扇的话 你如果有团补能抵消他一定的伤害的话 能稳住这个局面 跟对方打打消耗 因为对方毕竟是单单个窝人 如果不能杀掉你单位生不了六级的话 他其实比较着急的一个事情 是吧 最近的话 我觉得要买点团补 有钱的啊 什么都想买 问题好像看一下 没钱啊 18岁现在这个部队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多的啊 人口也是非常给力 看一下人口是69 而周西这边只有56 所以人口上来说周西显然处于劣势状态 但是周西呢是两攻两防的部队 18岁这边就两攻零防 然后这个待会对方可能要爬大树 而18岁其实是没有这个资本的 他只能卖家 对 接下来肯定是要爬大树的一个打法了 我能跳进去一个刀扇 上飞铁 瞬间瞬间 一个都没死 给力啊 我们看到 操作速度真的够快的 这一个都没死 还是比较神奇 我就至少要死一个 C掉这边的小精灵 dk 这边现在是强压你这边的商店 能拆什么是什么 这两个哥们也是50点经验 一个25嘛 好 现在是继续拆又是一发 c 这干嘛呢 两个 你这么这么直接 扔c给小精灵 我觉得其实不太合算了 把这个bp给减掉吧 打这个猎有炸心干嘛 这完全没用啊 打越井还有点用 打这玩意是真的屁用都没有 现在这边 我们看到沃伦也是逼迫对方飞艇不下来 当场回家 对 这个 这个 我就这波不能再加加门口打 加门口打不好 不合适 刀扇一下加门口打不合适 对 骗你回家以后 然后我猜猜你越井什么的 我不急 对 你我能当心点 我沉默就给你一次点击你 你好来呀 而且我能是没有无敌的 所以这个窝人我觉得很危险 很容易被秒 这种情况下真的很容易被秒 好18岁这边农民是继续的把这个矿给采完 还有400块钱 其实也就这么点事情了 十两个农民我估计都不用补了 而下方周西这边矿还竟然给他起来了 又打开团了 诶 沉默一下胖子这边顶住所有的输出 刀上一个 这胖子要不给一下c稍微支持一下 你可以给点面子啊 你发c好600点3块 就是给力600点出去 好一个毁灭死掉 这边扔出骷髅树 这骷髅树扔出来有点有点吓人的 驱散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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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瞬间六几 我靠 这个为什么要扔出这本骷髅树呢 这这爆炸的我能跳出来 我有我能紧水喝 大招扔出来 给力的很 我们看到 目前为止 还好尸体不多 又是个毁灭死掉 尸体不多 还好尸体没有尸体 但小鹿就是尸体 这边把骷髅给招出来 有没有 还有骷髅棒 没有骷髅棒 又是个刀上 我能再跳走 我能重点就是放 放出这大招就可以了 别的我都不管 关键是你现在 我觉得这骷髅树真的有问题 你要把骷髅树换成团部也不能扔出来 这玩家扔出来就爆炸了呀 对 我们看到扔出来以后 对方小鹿啪啪啪啪啪啪 一瞬间取胜脚 我能就啪啪啪 升到了六几 哎呀 马上七几了 我靠 就这么一个瞬间 不过这个刀六几 估计也阻止不了 又是个刀扇 杀掉一个蜘蛛 这样的话我能已经升到了七几 小方的矿的也起来了 哎呀 两分矿一马就就就就做好了 大叔就可以往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爬了 距离还是有点远 慢慢爬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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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急 那王林这边现在处于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 没钱了 哎呀 王林又要卖家了吗 王林 王林有些时候真的蛮尴尬 既然打到这种场景就是没钱了 那这个场景呢 就是王林最不愿意看到了场景 但是他经常经常面对这个场景 越是你不想碰到 越是让你给你这样的一个一个机会去去遇到这个事情 你说你说糟心不糟心 真的是这样啊 你越是不想碰到 你越是越是要给你这个场景 好 现在王林是只能说在在等待一下 怎么办呢 这开篇框 我觉得一点前途没有 因为对方只要稍微的来骚扰一下 你就守不住的框啊 我能随便过来跳一跳 刀上一个你就完蛋了 好 这个大树 现在把你大树给拦截掉 不知道18岁这边知道对方那边有一片矿啊 这个大树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呀 这个时候做些人是放弃这个大树 5GDK4G3G小黑 等级真是蛮蛮蛮蛮蛮蛮蛮给力的啊 精髓已经不多了 哎 这样一来的话 待会一定要重点秒这个我的 但是我能是一直跳跳跳跳跳一千年学还蛮不好秒的 这我能虽然没有无敌 但是他两个图环还要给他撑脸属性 还是要压他疯狂 注意一下 注意这往里这边矿还 如果能看出来再再采钱还可以 跳进去一个刀扇所以在防了滑动状态中不太好秒好 一个熊秒掉一个熊 一个熊被秒掉 产生一个骷髅的骷髅可以秒去去散将 又是个刀扇有这么老刀扇 刀扇的刀扇的往里就不行了呀 挪一下 关键是这边的团补是真没有 一番谁给到自己的一个蜘蛛打这边的一个窝的窝囊跳过去 又是个刀扇小黑有点危险 又是个蜘蛛死掉 一个蜘蛛死掉 两个蜘蛛死掉 哎呀 这刀扇真的是周西的窝囊跳得很啊 我们看到5G的这些 5G的这些 窝囊这边又是个刀扇 一个蜘蛛又死掉 又有没有跳走漂亮 秀的不要不要了 我们看到气急的窝囊就是酷炫 各种操作你啊 蜘蛛已经死亡了 毁灭也被杀掉 这样的话18岁这波是崩盘 对这波我们看到窝囊这么各种跳 跳了周西是一样 跳了这边的18岁是眼花缭乱 不过王林这边的情况就是疯狂也好了 跳过去再来 又是个刀扇 我雷蛛这边就会一下 哎呀 最后一被小路给戳死了 关键窝囊又跳走了 这样的话DK拿这个雷蛛 其实拿这个窝囊其实就没有任何办法 而DK也没能救助自己的雷蛛 现在就靠这边疯狂 但这个疯狂的话 这边小鸡丁应该是看到这个情况的 刚刚跳过去一个刀扇配合小路的一个戳戳中了这边的雷蛇 雷蛇阵亡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啊 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对周西来说就非常有利了 疯狂在手 然后拥有一个接近8级的一个窝囊 守望着 就算你这个时候附和出这个类企有怎么样呢 对不对 我这边窝的已经是他立马包加你疯狂那边去 你这个矿守不住主要是 对 你这个矿守不住啊 周西这边矿是随便踩 有钱 他也不出别的别人就出出蜘蛛 然后出这个小小路 然后再出点熊就可以了 熊也不用特别多 几个熊就可以了 小路我就先去上方把矿给弄下来是合理的 先去上方把这个东西给弄掉 好像周西这边 为什么不去弄这边矿呢 他愿意放任这边往里踩 踩这个钱啊 小路戳这个鸡团有点稍微的画面有点太美吧 这画面太美了吧 大哥 这戳到什么时候啊 不管 这个精神叫什么 愚公移山的精神 就是要戳你这个鸡团怎么样 戳到你死 沉默一下 这没用啊 大哥 戳到你这鸡团爆 你没有农民 你不能修 强行把你戳爆 我小路这边吃之以恒 滴水穿石的那种精神 驱散掉这些骷髅 真把鸡团给戳爆了 我靠 那这样的话18岁就内流满面了呀 召善一下 这真是内流满面 这你家强行把它的戳爆啊 不给面子啊 我靠给力啊 我靠这周西也是也是直接就把你先把这玩意给戳掉 你得起先出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边矿给弄掉 这是关键点啊 我来已经八戒 这是什么概念 八戒的我能是什么概念 这一是没看到吗 我觉得应该刚刚有个小技能应该看到了吧 上方又看了一片块 八戒我能补给补给 又是一条好汉 放了个商店 稍微的把东西给补一补 我能现在回家 精神还可以舔一舔262的感觉 好 一个人全喝 全喝 有没有喝 喝了多少 小路就没得喝了 像纯小路 我们看到 真是纯小路啊 完了 这边先两个英雄加一个毁面加个车子 新单影子 关键是 这个祭坛又被打掉了 这有点稍微的稍微的有点蛋疼啊 要买活 这边的一个勒起来买活 跳肘 我能现在这个时候要保住本体啊 用分身跟地方 用那种怎么怎么 付出天神跟地方去进行消耗 毁灭的措施一个 小路基本上不怕你这三个英雄 当上一个 独标 一级独标也是有点稍微的捉鸡 好 小路这边现在驱散掉骷髅 打另外一边啊 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复兔天神的话是 也没闲着啊 他一个人去搞定这边矿 DK是被逼出这个TP 这样的话 这边矿肯定也是要爆炸的 因为我们看到复兔天神猜这东西打死一个多一个兄弟 打死一个多一个兄弟对吧 此消彼长 打一个就就就就就给你多一个 又找一个对吧 这样的话 这坑位站住 五行站住 哎呀完蛋了 十八岁这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悲悲悲剧的状态 对方已经无敌了 周西西已经无敌了 这个时候我能就让被干死又怎么样的 不是开玩笑 你这些小路都搞不定 什么纯小路现在周西西戳在你这边不要不要这样 三个亡灵英雄 你拿这个磨免小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硬A 硬A的话你 你A啊 你A啊 你倒是A啊 我DK戳死你 对不对 你冰甲我驱散什么都有 跳跳跳 连环跳 再也跳到他脸上去 哎呦我还没死 两点血 一个普攻 我要给A死 继续 扑炫 好吧 这场比赛应该说 十八岁打得非常的勇敢 上来在二本科技完成以后呢 是选择了一波强行的Rash 那一波Rash的话是打出了亡灵的气势 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把周西西给摁死 周西西是顽强顶到了自己的熊爬下来 那这样的话反打一波 那当这一波打完以后双方局面五五开 也不至于说十八岁这边就完全没法打 升到三本科技以后又打了一波 几波三本打下来 其实周西西应该说局势也是蛮有压力的 但是的话 最终的话我们看到周西西还是靠了一片疯狂的一个支持 优先获得经济的优势 然后跟对方进行持续的消耗 击败了这边的一个十八岁 好的 那也是恭喜周西西拿下本场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